靈活小白定 行動不卡關 勇德生技軟骨素加圓定 邀您貢賞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醫師好辣 這集非常特別請到 四個醫師的家庭歡迎 好辣醫生精英家庭登場 醫師二代各個都是高材生 但是高材生的背後 又是經過家長哪些的管教換來的 今天的高材生控訴大會 好辣醫生們好好接招吧 吃飯小護理師夏宇童 大家好 我是宇童 今天要來問問大家 第一集的觀眾朋友還有瓜哥 你覺得現在我們所念的 這個大學的系別 就是還有我們的學歷 有沒有影響到我們的收入 一定會影響 大家還是要拚學歷好找工作 除非你是技術專長 所以過去我們學校常 我們那個年代常常會有 去念農業學校 他就專攻農業 然後一技之長 或者是技術學院 還有有人就念普通大學 對 有的念文科 有的念理工科 對 我們那個年代是這樣 幾乎考大學 非常難 有人 一條街有人考到就放鞭炮 真的 現在不是 現在我如果去考 把答案通通圖A 我也會進大學 對 現在比較容易 因為現在學生少 大學多 但是就是說這個學歷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找工作 這個對我來講已經年代已久 因為我出社會之後 就一直在這個工作上 對 我還真沒到外面去 公司行好找過工作 是 所以我不曉得現在年輕 找工作會不會難 因為其實像現在我覺得是 就是一樣 比如說我考大學 可是我念的細別 跟我的收入就會有差 但是基本上你考上大學 基本就會有三萬多 你說大學畢業之後的 這種工作 對 基本會有三萬多 然後碩士就是五萬多 然後博士就是七萬多 但是在細別上面 其實它是有個排行棒 比如說像第一名的 就是物理化學 你的那個薪水 又會再往上跳 可是我們今天講那麼長 可是來的都是醫生 我們就說小範圍好了 對 這是社會現象的 但很多人對醫生施加想法是 應該是很有錢吧 家裡爸爸媽媽有錢之後 才能栽培小孩 那其實小孩可能有很多 真的生活是他自己 所以他們自己有很多 自己的想法 他們生活當中 也有我們想像不到的壓力 今天就好好的 透過螢幕好好指控一下 來 我們先見 甘中母醫師 是心臟科醫師對不對 你今天帶兩個小朋友 一個大一個小的 甘 順雨來 先來 這個很誇張 也不是做效果 去警察局 靠爸媽這樣 英文錯一個字打一下 你是錯一個單字 還是錯一個英文字母 就是雜字的一個單字 因為你錯一個字母 就錯一個單字了 不是 你一個單字母 可能錯兩個字 對不對 你是錯一個字 就打一下 所以這個單字裡面 有可能會被打兩下 要把那個單字拼對 那算是一個單字 所以一個字 不管錯一個字 一個字打一下 那也還好 對 還是會被打 那故事是什麼 為什麼會到警察局 要告爸媽 我覺得說 醫師他們可能 自己讀書很厲害 他們就想要把他們 有的讀書觀念 或是讀書方法 灌輸給我們小孩 然後在我的小的時候 爸爸媽媽他們就會叫我 去默寫英文雜誌的文章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 有一次就很生氣 他們就拿起棍子來 跟我說 如果你今天英文 寫錯一個字 我們就要打一下 我一聽 我就很緊張啊 要被打了 然後又很生氣 我就覺得 這根本是填鴉式教育 對我的學習英文 於事無補 剛好那時候小學 學校都會教說 被家暴的話 就要趕快跑去找警察 你小學幾年級那時候 那時候大概三四年級吧 對 所以我就趁爸媽那時候 防守鬆懈的時候 我就直接衝去警察局 就到了警察局 警察看到 怎麼小三小四的 小朋友跑來跟我告狀 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就開始跟我聊天 不久後 他就通知我爸媽來了 結果他竟然跟我爸媽說 如果今天是他小孩 這樣做的話 他一定把他們 吊起來打 警察完全沒有 坐在你這裡 警察完全就站在我爸媽那邊 我一整個晴天霹靂了 我想說我完蛋了 糟糕了 對 結果他們就在旁邊相談盛歡 然後我就只能一個人 無地自容 不知道沒有人幫我 很無助 所以爸媽領回去 有沒有吊著打 沒有被吊著打 可是當然是就被修理了 然後修理完就乖乖回去 這樣回想過來 你的英文會有這麼好的成績 那一段有差別吧 我覺得小孩都會有一種 抵抗的心理 就覺得說 你越要這樣 我越不 對 我就不要跟你們一樣 我一定要自己的方法 有一次去參加一個營隊 然後就去排隊上廁所 這時候就有一個 比較壯的外國小孩 他插我的隊 然後一直用英文嘲笑我 嘲笑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我就要反駁他 結果發現 我要罵他的時候 我英文講都講不出來 就二二一二 就滋污 結果我就只能後退 讓他先排隊上廁所 從那時候 我自己是覺得說 英文雖然不是我們平常 每天都會講的 但是真的是還滿重要的 那你覺得英文進步最大 要怎麼樣 是留學呢 還是多找外國人聊天呢 真的就是花時間 那花時間我覺得 像爸爸媽媽他們說的 墨寫是一種方式 但或許不是對每個人最適合 可是可以透過一個墨寫的方式 知道說外國人都怎麼講英文的 然後同時我覺得 像我很喜歡看英文的劇 然後英文的電影 如果把它調成英文字幕 跟英文聽音的話 我覺得對我們的英文進步 會滿有效的 或者是教老外的 就是男女朋友之類的 真的 我想 以前我在這個浙江 去浙江在錄影之後 我那時候待了好幾天 我去常常路邊看很多餐廳 或者外面的咖啡廳 就看很多男男女女 對面都是外國人 兩個對兩個人 我就問我們當時的導遊說 為什麼你們這麼多外國人 跟人在那邊喝咖啡 他說沒有他們花錢 請這外國人吃下午茶 喝下午茶 所以今天可能 我們就交談兩個小時 完全在講英文在對練 念那個對話 那外國人可能明天有一個小時 說我一直跟你講中文 互相學習 就是他們在對練 所以他們整體進步 所以學習英文很多 一定要敢講 對 那你現在是念國防牙醫 牙醫系的大三 要念幾年 現在是六年 六年 你父親是心臟科醫師 你走牙醫是自己選的嗎 還是 是自己選的 他沒有干預嗎 他一開始覺得說 因為他可能自己對牙醫 沒有那麼的了解 他是醫生 他也是國防醫學院的 可是後來可能是因為 了解我的個性 就覺得我做事情比較慢 然後牙醫剛好是 要很細心 對 然後 每個病人來 你就慢慢的幫他做 然後把他做好 然後再換下一個病人 可是像爸爸他常常 半夜就是要趕去開刀 然後要去救治病人 那是分秒必真 可是有 小時候有沒有崇拜過爸爸 就是說心臟這麼大手術 他都有辦法這樣 我小時候最崇拜爸爸是覺得 因為 爸爸那時候 看完病還可以回來打人這樣 真的 那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那個開刀都是 很多個小時 對啊 心臟是大手術 然後回來可能媽媽 已經再打了 然後爸爸覺得說 接手吧 真的太不應該了 再打這樣子 爸爸你稍微忍一下 所以你也從外國爸爸 其實心臟是不好開 尤其現在懂 心臟是不好開 小時候可能不懂 那你接觸醫師後 你會覺得 爸爸偉大的地方在哪裡 我覺得是他常常都是 真的是 比如說 我們那時候就住在醫院的宿舍 然後晚上可能大家就習慣 下班就睡覺 可是那時候爸爸就常常值班 那值班就是常常會有 很需要救治的 心臟問題的病 病人送過來 那我們就會習慣有一個鈴聲 對我們來說就是 那個鈴聲一響 爸爸每次一接到 就套上醫師的那個開刀服 就直接重去醫院 因為那很緊急的 對 然後常常可能 十一 二點就出門 然後到五六點 他也沒有回來 然後我們起床後 就會問媽媽說 爸爸去哪裡 媽媽可能就會跟我們說 爸爸剛開完刀 可是他也不能回來休息 因為接著 八九點就是門診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體力很好 所以還是有崇拜 還是有 當然 你一起上一下 還OK了 是 先補充一下 那一次真的是 把我們夫妻給嚇到 小朋友就跑到警察局去了 警察就打電話來家裡 那我們那個醫院 剛好門口就有一個警察局 就在我們門口 所以那警察一看說 這個醫院的醫生的小孩 然後一看長得唇紅齒白的 穿得乾乾淨淨的 一看就是少爺病 就叫我們的夫妻過去 夫妻過去 我們就跟我們聊起來 他一看我們是醫生 非常的客氣 就聊起來 然後他就講 這個不是第一樁 他說現在學校 有點矯枉過正 學校說這個父母 不能體罰小孩 所以跑去 去報警的小孩 還不少 對 跑去體罰小孩 然後警察還跟他講說 你覺得你父母體罰你 那請問你有沒有把 你該做的事情做好呢 讀書是你現在該做的事 你有沒有把你該做的事情做好 發現警察又是另外一個老師 對 又被小心 我覺得那個警察可能沒有很理解 那時候的緊急狀況 那時候緊急狀況是 一個字都不能錯 對我來說真的是太不可能了 是 他也被驚醒了 他發現老師講的東西 不完全是對的 警察伯伯不一定是站在我這邊 一定不會馬上把我父母給抓去關 所以從此以後 他也再不會有這個念頭 那也是因為這個事件 所以我們夫妻就發現到 一子而交 是滿重要的事 對 所以後來以後有一些情況 比如他們在青少年的時候 有一些觀念 比如說父母要跟他溝通 他們可能會有一點點抗拒 或者是沒辦法立刻接受的時候 我們可以試著找別人來跟他溝通 比如說他那時候大學 他對科系他有一些疑慮 那我們就找了十個人 有他的學長 有各方面的精英 來跟他討論 壓力好大 找十個人 哪一個科系對他好 然後也幫助他們 順利的完成他的一個選擇這樣 順儀還有什麼話要補充嗎 謝謝爸爸的教導 順安可以聽聽看順安 順安來 他就覺得你的成績應該特別好 我不知道他是從 遺傳學的角度 還是教育的角度來看的 對 但他們就是會這樣想 那因為我比哥哥只小一屆 所以國小的時候 我媽媽可能懶得一直跑補習班吧 他就讓我跳起一年 然後跟我哥哥一起補習 那因為我們兩個名字真的太像 就是我們有2.5個字都一樣 對 第三個字的上半部分 對 安跟宜蘭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 很多人就會比較說 甘家這兩個小孩誰比較優秀 誰比較會讀書 那我們那時候有一個補習班 他很特別 他每個禮拜都要考一次試 然後他計分的方式是 他會把整年的成績全部加起來 來比較誰是全班的前三名 對 那時候 因為我們兩個在補習班成績還不錯 就是大概都在前三名 我們兩個一定有兩個位子 另外一個就是 其他有努力的人這樣子 對 那當時我們兩個就是很愛互相抵教 譬如說我哥好了 他可能考試考得不錯 他就會走過來說 你這次考多少 我就說90分 他就 我92 我就說OK 對 我們就這樣比了一整年 那到最後誰贏了呢 我完全忘記了 對 但是我們就是這樣子 從小一直 所以你也贏過他 他也贏過你知道嗎 對 我想我贏的次數可能是多一些 那 因為我們家算是 對成績管理的比較嚴格的 所以那時候在國中的時候 我哥哥已經開始比較認真了 那我讀書是屬於那種 隨遇而安的那一種 就是 書總有一天會讀完不及的那一種 所以那時候有一間自修教室 然後家也很有名的 然後我媽就讓我哥去讀了 然後我的話 他就每天坐在我對面看著我 對 他看劇順便看我 對 就我只要一晃聲 他就幹什麼東西 我就喔 對 大概是這樣 好 然後後來一直到 大概國二國三的時候 他終於覺得我的成績比較好 然後他就跑去問那個 自修教室的老師說 你覺得你會怎麼樣 頂我們家這個老二 他比較皮 那個自修教室的老師很有信心 他說乾媽媽我告訴你 我每一間教室 我都放了兩台監視器 他說 同學在做什麼 無所遁形 他說藏都藏不了 然後他說他還會隨機的到 每個教室抽查 每個人有沒有在認真讀書 還是在看漫畫 畫畫之類的 那乾媽媽聽的 到底是我兒子 身在鐵幕底下還是 有幸福呢 我媽一聽她覺得 那個自修教室老師管得比他還演 對 還有用監視器 我家都沒有監視器 她那邊有監視器 所以乾媽媽是比較放心的還是說 對 她相當放心 然後她就決定把我送過去 那我那時候覺得 我爸媽對我比較有信心 我不能辜負他們的期待 所以我從第一個禮拜開始 我讀得超認真 我從去早上9點 就埋頭苦讀到下午5點 到第二個禮拜 我就發現監視器的漏洞了 太痛苦了 因為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我還是要找什麼逃逸 對 太痛苦了 對 我那時候發現 只要有人問老師問題 他就不會看監視器 而且他會偷完電腦 他有時候會把螢幕切到那邊 逛網頁 看看影片 YouTube 你說老師 對 那個老師 就從那天開始 那個自修教室 我就把它當成那種 火車站的行李寄放處 就是先坐車到那邊 就把東西放著 然後出去玩 然後玩到我爸媽快來接我的時候 再趕快回來 再回來 然後繳錢 然後拿著東西 老師再見 然後就上升 這樣監視器都拍不到嗎 其實他根本就沒在看 你被發現這個時候 對 我發現他其實是虛張聲勢 那監視器是威嚇作用的 就好像你路上的 很多那個什麼監視器 對 特殊套像 不知道是真的還這樣對不對 對 然後那時候 那三年內 因為我這個成績有沒有變好 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每天出去 吃 附近什麼文化錄夜市 我當後花園在逛 真的 我買到那個老闆 都快認識我了 對 那後來過了 跟你這樣一出去晃了幾個小時 那多了 那你這樣不會覺得不安心 要回來念書嗎 還真的不會 還是玩 你真的這樣玩得開心 對 我那時候是滿開心 一個人嗎 對 一個人 滿奇怪的 因為我一個人逛久了 我也覺得很無聊 我去念書 不是 因為我可能覺得 因為我只要從自修中心 回到家 我爸媽又會看著我讀書 所以我就覺得 這算是我的 所以你把那個時間 他們的那個去讀 對 那這段故事 爸爸今天才知道嗎 後來就知道了 你那種越獄的情形 多久才被發現 大概過了兩三年 兩三年很久 怎麼發現 被老師發現 不是 因為第一個是 我媽發現 感覺去那邊那個 肚子開始變大了 對 她就覺得 不太對勁 那有一次 真的是非常驚險 那時候 因為我會跑去一個 賣肉乾的地方 因為那個賣肉乾的地方 它有電視 我就會蹲在那邊看電視 這樣 一邊吃肉乾 一邊看電視 對 順便買一包肉乾 對 她那邊還有賣鱿魚絲 對 然後 那時候有一次 就是我弟弟吧 她剛好要去附近補習 然後我就 等一下 你有幾個小孩 我三個兒 三個兒 對 然後我就看電視 看到一半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的車子 就從我旁邊這樣 爬爬的 他來找人嗎 不是 他就剛好聽過 聽過而已 對 我就直接被目睹 在肉乾店看電視 那你媽媽怎麼 你媽媽坐著車 還有東張西 不是 好像不是她看到的 應該是 可能是我爸爸吧 那時候我也不太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但我就知道他們發現了 這件事情 那是誰發現的 關心事 我不太記得 不過我記得比較嚴重的 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小朋友他們也知道 自己這樣是不對的 可是就是缺乏那個動機 跑出來 我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 有一次回家 就聞到很濃重的 茶葉蛋的味道 媽媽就把她書包打開一看 裡面五顆茶葉蛋 都沒有吃五顆茶葉蛋 為什麼 因為壓力太大 因為她知道沒有讀書 最近考試成績很不理想 然後老師已經跟她講了 說你再這樣下去 我要直接跟你父母告狀 她還跟老師求情 再給我一次機會 不要告狀這樣子 那所以她經過那一次以後 那當然 製修教室也不用去了 就媽媽教室就可以了 就坐在媽媽對面讀書 那成績馬上就大有其次 你們兩個是有別的興趣嗎 甘孫妤 因為有人可能對音樂有興趣 有的人可能運動有興趣 那時候算是思考了真的滿久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我覺得重考就是一個 讓自己在思考自己 到底要讀什麼興趣的地方 這樣 那時候在重考的時候 我也跟很多很多的學張界 同學聊天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說做牙醫 算是一個跟我興趣 滿符合的一個職業 現在當然我們訪問 看你的個性這樣 這種牙醫是滿適合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是牙醫界的幸福 但是 你這麼外向想要到處去跑的人 你現在念的是陽明醫學的嗎 對 你什麼科有沒有選 還沒選科 還沒選 這是畢業之後的事情 你念這個學校是因為爸爸念 還是你自己想念 我覺得讀醫的小孩很多可能 在讀醫的時候 還是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選這個 很可能是因為分數剛好到了 或者是剛好考試的運氣比較好 這樣 但我覺得可能 我爸爸他救人的那種熱忱 有某種部分感動到我 對 像我國中的時候 有一天就有一個同學 他突然跑來找我 他說乾酸 你爸救了我爸一條命 就是那時候我同學 他爸爸車禍 然後心臟破掉了 對 然後是我爸爸把他救回來 那有時候常聽到這些故事 就會覺得其實這個職業 有他感人的地方 那我就會想說 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可以試試看走這條路 因為這兩個兒子都很優秀 今天第三個兒子沒來 這兩個 但是個性一訪問就知道 他是比較活潑外向的 對 原來有這段故事 讓他繼續學醫 有這個爸爸媽媽真的很幸福 但聽起來媽媽管得真的很嚴 而且他的秀卷還蠻好的 對啊 可以聞到草野的味道 草野的味道 勇德蘭古素膠原錠 靈活小白錠 五大成分 一天一地 幫你守住關鍵 接下來是洪永祥的公子洪生瑤 生瑤你先來講 爸爸打電話給老師 曾經馬上變100分 爸爸打電話給老師吵架 為什麼曾經馬上變100分 洪醫師你會做這種事 來 丁生瑤來 這是補小的事情 因為從小就是爸爸在我旁邊 教我讀書 就是他有自己的念書的方法 他要教我一個 他自己覺得對的觀念 後來考試 就考到那一題剛好 我記得爸爸教我的印象 我很印象深刻的那個觀念 然後我就很有自信的寫 然後結果 就剛好那一題就錯了 就只錯那一題 然後就98分 然後我就跑去跟爸爸說 就你害我錯 你害我寫錯 就爸爸教的 全部都對 就他教的是錯的 不是錯 其實不是吵架 是去跟他討論 沒有 我還沒這樣玩 然後後來 把他就自己打電話 就跟老師吵架 這我要解釋一下 其實我不是吵架 那一次是那個 其實那個題目 我在陪他讀書之前 我就有看到那個答案 然後還有答案 其實是我那個答案是對 可是老師他們的解答是錯的 那我後來是跟他溝通一下 他附了很多的那個解釋 然後我請他帶去給老師 後來老師就把那個全部 那個翻案 就是兩個答案全部都對 可是這件事情 我也檢討了滿久了 之後我覺得我會被 定義為成是一個 這個家長很難搞 為什麼 可是如果說再發生一次 我說不定就 就算了 這兩分 那事實上 我到現在還是認為 我那個答案才是正確 這麼久了還是這樣認為 還是正確 可是這樣子如果爸爸打電話 你不會覺得說同學知道了 你在學校會不會覺得很尷尬 所以大家就講說就是那個 他的爸爸 他就要分數 會啊 然後我就想說 老師就不太敢惹我 這是你幾個小孩 我有兩個小孩 他是老大男生 然後老二是女生 然後他今年那個考 因為我問兒子 將來要不要當醫生 他說什麼事都 什麼科系都可以 就是不要醫學系 那我後來其實我比較希望 他可以去外面念書 所以他今年大概 你說到國外念書 到國外也是 他現在申請到了 無所國外的大學 然後他選了那個 美國的那個UCI 一個禮拜之後 就要飛美國了 是爸爸媽媽要你去 是你自己想去 這個 不是 蛤 沒有啊 瓜哥問他錯 我兒子念國中 他自己要去 我們都不捨得說不要去 他說他一定要去 就是這個是一個 就是我那時候 搞國三畢業的時候 其實是 那你都沒有嚮往到 嚮往到國外去念書嗎 那時候沒有 我就想說我朋友都在國內 然後我台灣人比較熟 而且我英文 我怕我去那邊 可能種族歧視 會排擠之類的 所以我就有點怕 那爸爸就覺得說 一定要去國外 一定要去國外 我對國際班就沒興趣 然後他有叫我去考 結果我就沒考上 然後我就 結果 他是帶我去另外一間 國際學校餐 最後還是被逼著 來那所學校餐 我是覺得 我的教育概念 因為我從小 我是覺得 我們後來當了醫生之後 的確是改變了我的命運 其實我是鄉下的小孩 那我也是希望 我兒子念醫學系 但是我兒子是覺得 對醫學系 真的沒有興趣 那我就尊重他 那我第一個 第二個想法是 現在事實上 網路世界 然後飛機飛得非常快 現在應該是世界地球村 那你勢必就是要去 要看看世界 所以當然希望他早 在我們那個年代 大概都是到碩博士班 我們會去美國念書 那希望他早一點去 那我 因為他是我第一個兒子 所以我在 其實我陪他讀書 陪到小學五年級 那你知道小時候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時候 如何名列簽 其實小時候成績 那個你要怎麼樣好 小朋友那個頭腦 其實都很聰明 但是他們很容易犯錯 大家很容易犯錯 就是說要學會 怎麼檢查考卷 所以我那時候 我在陪讀的時候我就 他考卷不是寫模擬考嗎 考完之後我就跟他 他可能全部都對 我就偷改 偷改把那個對的答案改錯 然後把它丟回去 他說你要把它找出那個錯誤來 然後就這樣練習 他練習很會找 就是檢查考卷 其實這是真的有用 你如果小朋友 大概一到三年級 你要學會這一招檢查考卷 就可以前三名 因為腎臟科醫師 比較不會半夜叫急診 比較有空 還可以作動一下自己兒子 然後把那個答案改掉 那你捨得兒子出國 你會想念他嗎 這個其實可能要等他出國之後 其實他在暑假時間 就曾經去國外先住兩個月了 那那一陣子其實是滿想念的 那想說因為他快要出國了 所以我辦了一個 我就想說陪他去旅遊 所以我那時候 8月14 15 16 我排除萬難 就找出了三天 那安排了一個花冬的假期 就跟媽媽跟想說妹妹要去 還有他 結果他我跟他講說 我們已經排好假期了 都訂好了 他說 結果他那一天他真的不去 主要是為你 對 我跟其他人不太一樣 就是他 我是被逼著要跟他們 一定要出去玩 其他小孩可能是 拜託把他帶我出去玩 我說 拜託不要帶我出去玩 那一天我可以知道 我那一天後來 就跟我太太在討論中 為什麼兒子不想跟我們出去玩 這件事情 因為那一天是8月14號 他想說那一天是 七夕情人節 我就突然恍然大 你真會挑釁 對啊 應該看到真人節 不是 不是 他應該是有 他就跟我說他同學也要 也要飛到其他國家 他要去送雞 他要去送雞 可是我覺得答案應該不是 這麼單純 怎麼可能 常常你說把他安排時間 小孩子怎麼樣 後來發現他的朋友的局更多 對 他又一一道別跟人家怎麼樣 我後來就發現一個道理 真的是到過了十年之後 那個他就同儕為主了 像兒子要過生日的時候 你生日到 我們大家一起吃個飯 那天都約滿了 因為這個有一天 他長大就會知道 像每個小孩這樣 我一個朋友也是 他說送到 小孩送到美國去 他十五六歲而已 就過了兩年 因為疫情都沒去 這個幾個禮拜打電話 他兒子沒有那麼黏他 就覺得 他的小孩子跟他 離心了 這以前那個 唸了唸了唸 就真能講 陳嘉莉 對 一別都一二十年了 真的會這樣 瓜哥之前像小禎姐 還有你兒子 那時候出國唸書 你放心 那個像老鼠一樣 放了三十公里之後 他自己還會 怎麼這麼多 但是你要把它放在那種 像瑞士就沒有人講中文了 對不對 你放在他可能放在那種 舊金山的 比較偏遠的地方 他真的英文都漸步很快 我有個朋友很會講英文 他二十六個字母寫不完整了 可是他跟外國人已經能聊了 很厲害 對 接下來看Eric 來 這個是我們婦孺的公子 來 每天問有沒有念書 超愛比較成績壓力大 Eric來 請講 就是像我爸爸是醫生 所以他以前就會 希望我以後是當個醫生 或者是律師 或是工程師之類的行業 對 那像我之前在家的時候 爸爸一回到家 第一句話就是跟我們打招呼 然後第二句話就是問我 進度怎麼樣 對 而且基本上是每天都會問 所以就是每天都這樣聽下來以後 我就會開始覺得厭煩 那媽媽呢 念不念 媽媽不太念 就是主要管都是爸爸在管 那你們看前面兩個 你前面兩個同學 是很幸福的 所以說都爸爸在管 對 然後就是因為他每天都會 都會這樣子問我有沒有念書 所以就會覺得說很煩 然後就不太想回答他 那爸爸就會覺得我說 我沒有禮貌 或者是態度不好這樣 可是會不會那時候你還小 所以其實爸爸也不知道要問你什麼 現在還是一樣 他現在還是每天 每天回家都會問 還是會問 現在還是會問 所以我應該也像乾醫師一樣 準備個加法 對啊 父母哪個不關心自己小孩呢 都會問嘛 那你現在會覺得 這個是愛還是比較煩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偶爾問的話就是這是愛 但是如果每天問的話 就還是會很煩 那你學一是因為爸爸嗎 還是你自己想要學一呢 大概有80%應該是爸爸吧 所以除了一之外 還有什麼更大的興趣 第二個興趣是什麼 但是我現在這樣的身高 不太適合打籃球 沒有 打籃球就知道很空位 打球的姿勢很美 你現在念國防醫學系大神 對 那你跟乾認識 同一界的 對 請示在斜對面 對 打開門就可以看到他了 其實看到前面兩位學長分享 自己教育孩子的這種情況來講 我覺得 我們算是比較溫和一點 其實不經一般寒側股 整個梅花把布皮香對不對 畢竟我的觀念是認為說 壓力是成長跟進步的一個動力 你沒有壓力給他們的話 他們就會覺得好像 就在溫室的花朵一樣 像他現在學醫 我也覺得說 醫師這個行業 跟一般行業最大的 不同的地方在於什麼呢 醫師這個東西 他在跟病人看門診 或在解釋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說 等我一下我翻盤書 我查個資料 或我Google一下 不可能 你都要把書本中的這些知識 完全烙印在你的腦海裡面 隨時一點到馬上就出來 而且你不能講錯 什麼話什麼字之類的 免得會被病人課訴或被告 那這樣來講 我覺得你如果說 你不想要我們念 那你就要把書的進度讀好 然後把你的成績 維持在一個基本的水平 畢竟我們是這種 實施愛的教育的家庭 我們不打不罵 所以一切要靠自己來 那他念了國防醫學院以後 在入學前我也跟他講 我說你在選前置業的時候 電機系跟醫學院 你自己要選哪一個 他後來選擇醫學系 那我說 你進了我的母校 這個是我的地盤 那回 其實這些醫院的老師 師長們 很多人是看著你出身 成長到現在這樣子 所以自然 我也不需要安排什麼眼線 很多人看到什麼風吹掃動 直接把這些information 傳遞給我 所以我也跟你說一句就是說 現在進了醫學院 一定要好好用功讀書 這樣明白嗎 郭醫師你有 之前這些話有跟他講過嗎 其實他應該都了解 你知道爸爸眼線多嗎 我知道 他在我入學前的時候 爸爸就已經跟我講過 像是前陣子疫情期間 大家都多在家裡 他也多在家裡 我也有待在家裡 所以我看他有時候早餐一端著 就直接到書房去 然後就放在電腦前面 屁股就黏在上面 他們兩兄弟就屁股 黏在電腦前面 然後我就看他們在幹嘛 一個在看YouTube 一個在玩Game Game應該要加S 要複數 然後從早到晚 就幾乎黏在書房 都不會動 那我就很好奇說 那你這樣子 是不是應該 應該要把以前上過的東西 或有些東西拿出來看一看 看看書 真的書還是 複習一下 然後他說好 那可是我看他常常 看了好幾天 那個夜數 都沒犯 沒有什麼進度 所以這個就應該要跟學長 多多學習一下 看要不要請一個放個Monitor 或者放個加法在旁邊 伺候一下 我們家是媽媽比較兇 可是呢 可是呢 兒子們有什麼需求呢 都是找媽媽 要買手機 要買球鞋 都不敢跟爸爸講 因為在我來看 就三個字 浪費錢 那他們那時候 在國中的時候 國中那時候 同學都喜歡比較手機 要又新又好的手機 那他知道跟爸爸講 絕對沒有機會 爸爸的錢是血汗錢 那麼難賺 給你們補習我都捨不得 所以 還要買手機 所以他們就去跟媽媽講 那媽媽就跟他們講說 好 那條件如下 全班前五名 全校前十名 就買最好的手機給他們 我那時候一聽 我說 真子殺豬啊 你不能亂講 要做到 後來真的給他蒙到了 就真的買了很好的手機 人家真的有認證 認證那麼好蒙的吧 就真的買了很貴的手機 那是最新的 進口的手機 我爸爸還在用醫院 發的公務機 他們拿了最好的手機 不過那時候學校有規定 手機不能拿去學校 因為在學校拿出來就是沒收 老師就保管 所以他們就每天晚上 可以玩個30分鐘 那就很高興 沒拿30分鐘 然後玩完以後再收回來 這樣子 那這樣子玩了一個月 兩個月以後 當然下一次怎麼樣 當然工課就退步了 對不對 那媽媽就說 工課退步 那手機就收回來 就放到我們的抽屜裡面去了 那我就覺得說 所以好長一段時間 這個大概後面有大概 兩三年的時間 那個手機就躺在 我太太的抽屜裡面 兩支很最新的手機 放在那邊 我就跟他說 你這不是跟錢過不去嗎 我說買這麼好的手機 然後放在抽屜裡面是幹什麼 他就說 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要讓小孩子知道 如果你有什麼目標的話 要靠自己的努力 只要你有可努力 你就可以達到你的目標 那兩個手機是紅蘿蔔 對 我覺得爸爸可能 有點記錯 就是 不是每個晚上半小時 那一支手機我就真的 只看過他半小時 那時候 不是每天半小時 只看過他半小時 對 我那時候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那時候全校考 好像第八名還第九名 我媽這個言而有幸 直接買那個最新的手機 還帶我去挑 然後挑完之後 他就拿回來說 雖然這是你的手機 你可以玩一下 然後我就在那邊 滑了半小時之後 他說你應該滑夠了吧 然後他就把它收起來 我以為 收起來是之後要再給我 今天收起來而已 對 然後我就沒有再看過他了 下次看到他 好像是三年後的事 那手機會折舊 這樣子 對 那手機現在 還在我學校 不過這是紅蘿蔔理論 是 接下來 徐醫師的公子 丁丁 台灣大學經濟系畢業 畢業了 爸爸永遠不在家 小學獨自在開刀房外面等 來 就是爸爸比較不跟我成績 就是主要都是 媽媽在跟我成績這樣 就可能會設一個 前幾年目標這樣 可是也不會一直盯著我念書 然後爸爸 爸爸可能就因為他 就是要看 就晚上可能還有門診 或者是說像 可能比較緊急要去接生 之類的狀況 他就要半夜或者是晚上 吃飯吃一次就要趕出去接生這樣 所以就是其實 爸媽就是會滿長不在家這樣 有一次就是跟爸爸要出去 但是爸爸可能緊急接到 通電話說要去接生這樣 所以爸爸就先帶我到醫院 然後我在開刀房外面等 等他接生完之後 然後我再跟爸爸去外面這樣 所以你不會想當醫師 是因為這樣嗎 可能一方面自己的興趣 就不是很走這方面 因為小時候各個學科 就是自然方面特別不好 所以小時候就 所以你念的台灣 大概有經濟洗壁了 對 現在再繼續念嗎 還是說 要先當兵 對 他們做兵 我想我應該是這邊最混的爸爸 因為我剛剛讚歎他們 大家都做得這麼好 其實我們大概都是 因為我跟他媽媽都是醫生 所以我們老大也是讀一些系 他當初去面試的時候 你媽媽是婦產科嗎 媽媽小兒科 小兒科 然後他口試的時候 那個口試官就問他說 那你會想要來學醫 是因為你爸爸的影響 還是媽媽的影響 我兒子就想想一下說 是因為媽媽的影響 為什麼 因為爸爸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 不在家 所以說他其實看到很少 像他剛剛講的一個情況就是說 因為我們早上準備要出門 準備要去 或者可能去哪裡郊遊 或是南部 那剛好要正要出門的時候 電話來了 我就請他們在廠房外面 跟那個家屬一起等候 然後我就先去接生 接生完我們再出來 還有一次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大概還是小學 四年級五年級的時候 我帶他們兩個 因為他媽媽有事情 我帶他們兩個去吃早餐 結果電話來了 吃到一半電話來了 接生 接生 那怎麼辦 我說你們兩個都在這邊坐著 吃了 我去一下馬上回來 那為什麼不帶到廠房去 因為吃到一半 那時候菜還沒上 點了 對 我說你們先吃 我先去一下 可能半兩小時就回來 然後接生 我就跑出去 我也沒有跟那個店員講 我就半兩小時後回來 就看那個店員 一臉狐藝的樣子 在看著他們兩個 他會覺得是這個 這個成人 把小孩丟到這邊 對 怕我把他們丟在那邊 那我就也是 再趕快把它吃一吃再回去 好 結果你真的半小時回來嗎 差不多 我們接生大概都是 快要生他們才會通知我們 那很快 那還好你還記得回去 我媽媽就忘記回來 真的嗎 真的嗎 我真的待到餐廳都關門了 然後我媽才趕過來 那你說你媽媽本來是 想把你放開 對 真的假的 所以半個小時回來 你還記得嗎丁丁 這就是其實 他那時候比較小 他是比較小 他哥哥大概三四年級 所以他大概 一年級二年級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跟他媽媽 都比較忙 所以我們對於教育的話 就是說 盡量提供他很好的資源 所以就像剛剛講那個 英文的問題 也是從小 大概你國小幾年 其實就開始 我們找一個外國人 每天每個禮拜大概來 這樣是不是快一點 可以跟他聊天 快一點 對 因為其實台灣人最重要 不太會講英文就是因為 我們沒有跟外國人接觸 你看到外國人你會怕 很能考 但是交談很差 對 所以從小就跟他們在這個 跟老師一直在聊天 所以其實他的英文程度 就相當地好 對 然後丁丁在診所等爸爸 其他有沒有這樣的 紅森瑤有沒有 其實我有去他的診所 實習過幾天 但是 有幫忙洗腎的病人嗎 沒有 他叫我帶我去看 然後我就覺得很無聊 然後我有一次我待不下去 我就直接走了 這個吧 就每個爸爸希望帶小孩來看看 爸爸工作的環境 他會把爸爸當英雄 結果他說無聊 不是 其實現在很多都需要去做一些志工 去看一看一些 其實去醫院看 對一個小朋友 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 你可以看到 身體的健康多麼重要 你看洗腎你知道嗎 他把血拉出來 看血在那邊打 然後看夜夜 躺在那邊 不過去做 其實他們有去 很多人去做志工 都要飛到國外 他也去到國外去 比較深山去照顧一些 可是我都覺得 其實在國內有一些醫院 去讓他們去看看這些去照顧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志工 在他們學習的時候 怎麼去服務社會回饋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 對 是 這是爸爸的用意 你不能說看得無聊 其實我好像在 他把他腎臟課完 但我好像到國中 才知道腎臟在哪裡 然後我之前一直以為 洗腎真的是 就是把腎拿去 所以這樣 你以為洗麻將好不好 對 那甘同學你有嗎 有在 我有等過爸爸 是 因為爸爸在當初他的醫院 是 所以他一年365天 每天都是Uncle 然後有一次 就是爸爸有緊急的 開到要去醫院 然後家裡又真的 沒有人可以照顧我 所以他沒有選擇的情況下 就真的牽著我的手 帶我去的ICU病房 到了那邊 他很嚴肅 他那個表情又 很兇 他就指著櫃台旁邊的蕭 一直說 順雲等一下就 乖乖地坐在這邊等我 我去開刀 你不要給我亂跑 然後他人就不見了 那時候就真的是幼稚園 然後我就聽到他的話 我就很緊張 在那邊看人來人往 很多人走來走去 然後我就不敢亂跑 怕他回來 回來也找不到我 而且我那時候又想尿尿 又不敢去 過了大概快兩個小時吧 我爸才開刀回來 然後才帶我去廁所這樣 這件事情後來被我媽媽知道了 我媽媽超級生氣 他就難得他罵我爸 他就說 你怎麼把小孩帶到 這麼多人的地方 你不知道小孩可能會走丟 小孩可能會跟別人亂跑 所以他就一直被罵這樣 後來我的印象中 這種事情就比較少發生 我就會有人照顧這樣 Eric 像我自己是 因為我三歲之前 爸爸還是住院醫師 所以沒辦法天天都回家 就算有回家好了 也都是在我睡著之後 才會回到家 那我醒來的時候 爸爸又已經出門去開會了 那一直到我三歲的時候 爸爸工作的關係 要去澎湖擔任整型外科主任一年 所以我們就全家搬去澎湖住了一年 因為澎湖那邊的工作量 比較沒有那麼的繁重 所以那時候 那就比較多時間陪你了 對 就多了比較多的時間陪我們 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爸爸在澎湖幫過很多病人 開過道 我們常去吃的一間日本料理餐廳 他的那邊的老闆娘 就是爸爸以前的病人 所以我們去吃的時候 那個老闆娘都會多 招待我們一份獨牌動態 那另外像是澎湖的水上遊樂設施 就是比較盛行嘛 那邊有一個老闆是 爸爸之前的病人 所以他看到我們 就開放讓你玩 對 他看到我們 就會直接用那個無線電 叫工作人員直接帶我們進去 先讓你玩的 對 就完全不用排隊 而且是 玩到不想玩為比 對 好棒喔 算是一個滿特別的 福利啦 福利啦 不能說特權啦 對 意思 其實真的到了澎湖 我們才有真正的親子的連線 對 但是有一次我記得 那時候我們全家去 其實我是去離島的衛生所支援 那離島衛生所那個姐姐說 這邊病人不會很多啦 你可以帶老婆小孩來 就帶他們去海邊玩一玩 有事情我們再call你好了 結果後來我們就騎著 衛生所摩托車去海邊 那海邊的話呢 就準備要脫衣服要下海的時候 我的手機響了 結果真的就是有急診 然後說有幾個雷殘的年輕人 後來我們回到 我趕快的時候 你們就先玩一玩 待會我們弄一弄 應該回來就可以 準備要回去了 結果後來因為那個地方 可能風沙比較大 那個沙都吹到馬路上面 所以119一直送那個雷殘的 然後那些年輕人都是 穿著比基尼 穿著游泳衣 全身上下都是 所以那個我們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就是大家分頭一個人 就連續這樣好幾個這樣處理下來 等到整個弄完之後 大概過了兩個小時 等到我騎著回去 他們已經 海邊都已經沒有人了 只是他們兩母子 然後媽媽就這樣子拿著大浴巾 護著小孩 小孩在那邊玩沙 然後兩個人塞得紅通通 像那個烤肉乾一樣 這時候我就想要問一下瓜哥 因為像瓜哥工作也很忙 所以會不會就是 也有帶小朋友小的時候 也有帶到你工作的環境 會啊 會啊 像陳美鳳這些都是看 藍心女就看小禎從小長大 像歐弟 他以前不像小禎碰到那 所以歐弟每次跟我講 你看小禎真的長大 以前叫歐叔叔 後來叫歐弟哥哥 歐弟哥哥 現在就歐弟 長大 對啊 而且他們有一次出國去 走那個要進海關 然後護照蓋章的 因為每次你到美國去海關 如果他覺得你滿可疑 就搭到小房間去談 他因為以前有這個紀錄 還曾經帶過現金太多 你知道嗎 我們之前講流血 所以人家看他紀錄 就問了你一個人來 他說對 剛剛講歐弟在另外一個關卡 因為我不會講一毛 小生 小生 小生就不想理他 結果又被帶到小房間 你為什麼說謊 你又...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後來就解釋清楚 因為我們也去 對 就跟爸媽一起來 那你為什麼去 他就永遠都不說實話 這個家家又一本難念的經 當醫生小孩其實也不容易 因為他你看 背負著就說我爸爸是醫生 其實也不是 但因為耳濡目染 是 他有個小生也是小生 看我們的環境在秀場 在電視圈這樣 他就會接觸行業 沒人教 他也是一樣 從小看爸爸 有在開刀房等的 當然有的都不想當醫生 你將來會選醫嗎 不會 他選物理系 物理系 物理系的範圍就大了 製造核彈 不是這樣 對 這個 父母對小孩的期待都很高 但你有的壓力 日後小孩子都會感謝 還要感謝爸爸媽媽 當時努力的給我這些壓力 所以我現在長大的時候 該學的 別人沒有的 我都學會 所以真是 也不用羨慕他們 他們的壓力也很大 每個人都自己 要到自立自強 至於學習英文 剛剛有一些哥哥們 給大家一些建議 最快的速度 我相信溝通 血 彈 是最快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